中文字幕——YK 但不少外国网友却认为 Adam表现的其实一点都不夸张 北京新机场真的很酷 对于这座机场 全球媒体一直很伤心 早在2016年 英国为报发布的 《世界新七大奇迹》的名单中 北京大新国际机场未业榜首 美国有些电视新闻网也预测说 中国这座新机场 是2019年全世界内 最激动人心的建筑了 果然当看到大新国际机场的真容后 不少人都感叹到 超乎想象 英国广播公司记者斯蒂珍 原本带着怀疑的态度来采访 但见证了这座工程奇迹之后 他毫无保留地向网友安利 想看看未来的机场长什么样 就赶紧去中国吧 知名自媒体人 英国小伙司徒建国来的后 都是在机场里轻哭不断 虽然没有新名现场 但各大媒体发自大新机场的报告 足以让外国网友感受到他的气候 这是机场还是外星人基地 不必的未来感十足 绝妙的设计 做得好中国 新德力应该向北京学学了 还有德国网友感慨五味杂陈 德国网友想起了 迅功日期不断推迟的 柏林柏兰东堡机场 伤人了伤人了 柏林机场离开群粮 告辞 美国网友也同样恨铁不成钢 中国通过建设越来越多的机场 来对世界开放 有的国家却花费巨资献强 与世界隔离 那些人是怎么了 更多新闻请在今天的参考消息